我最近一次上热搜就是我陈伟霆 男话手上热搜 热搜 陈伟霆 做这么多女皇的老公有什么感受 蛮幸福的 同时间有这么多老婆不会违法 名字就是一个女皇 打碎过最贵的道具是什么 你详细说我这样借一点力 就往前跑 就这个灯吧 我肯定不会打碎他的 你看看放在地上 啪就碎了 是玻璃桌的 重现大师兄经典表情 怎么肥四 怎么肥四 作为娱乐圈最敢穿的男性 不敢穿的是什么 我觉得我不是什么最敢穿的男性 不太敢穿那个太短的裤子 因为我觉得自己的腿太细 热搜陈伟霆的 人贩子头衔是如何摘掉的 我好像没有摘掉过 大家到现在还是觉得我是人贩子 普通发进阶 诀窍是 你觉得我要进阶过吗 我的普通发 可能我身边围着的人的普通话都不好 觉得要远离他们 这如何念大膀字是吗 大膀字也包括二头肌 三头肌 前胳膊 中胳膊 我刚才所说的都要练 卫博为何时而繁体字 时而繁体字 大家都知道我是写繁体的比较多 但是如果大家看到一个完全是简体的 很明显我在打广告 热搜陈伟霆喜欢 一类型的姑娘做终身帮女 两个人就是要相处 大家觉得适合就在一起 比较靠谱 主动追女还是被倒追 就算一个女生追求我 但是如果我要跟她在一起的时候 我会追求她 咬下嘴唇自拍 是为什么 拍照都会这样 就很难很正经的 去拍一张照片 喜欢粉丝叫自己宝宝等等 还是大师兄 香港我都喜欢 热搜陈伟霆大粉丝问 那些名字我都有点记忆啊 是真的 WD里问陈伟霆是一个什么形容词 是个很容易对的 为啥 陈伟霆笑起来 很像地主家的啥儿子 我笑起来像啥吗 我笑 你猜啥的呢 是谁啊 GG的怪爸爸是谁 William的老婆 我抿杂老宝的大膀子 大腿大胸 应该先看男女 你们喜欢看男女看男女吧 就是不用下跪 用普通话最难念的一句台词是 最柠檬这部戏里面有很多宫廷里面的一些台词 我必须好好地背出来 跟打戏谈恋爱是什么感觉 这个戏里面我确实打了蛮多的 效果出来也蛮好看